大家好,今天谈谈八寒的事情吧 八寒的新闻中选会已经公布了,我们也看到了 我也想了一想,我们把它这个公报呢 把这个消息在大家再过一过 中选会说,经过审查 关于高雄市长韩国瑜罢免案 宣告罢免案成立 罢免将于6月6号举行 6月6号我们看了一下,好像应该是一个周六 新闻还说,中选会发布新闻稿表示审查通过 陈冠荣领先提出的高雄市第三届市长韩国瑜罢免案 中选会将韩请被罢免人 于闻到10日之内向中选会提出辩书 也就是说好像是有一个你还可以申辩 这个都没有任何的意义其实 中选会表示,高雄市第三届市长选举 原选举区的选举人的总数为2281338人 法定的联署人人数应该为228134人以上 罢免案 原联署人人数为406888人 符合规定的人数377662人 不符合规定的29218人 以达到法定联署的人数因此成立 这个就是说他第二次联署他认为他审核了 中选会指出今天的委员会除决议罢免案投票日期 投票期指时间外 也讨论通过罢免案工作程序进行表 被罢免人在4月30日前提出答辩书 5月5日之前发布罢免公告 5月17日投票人名册编造完成 5月22日至6月5日办理公辩电视罢免说明会 6月2日前公告罢免投票人人数 6月6日举行投票开票 6月12日前审定罢免投票结果 6月12日公告罢免投票的结果 整个这个就是中选会的一个罢免案 我们通过这样的消息就看到了 其实在前面所有的一切一切 不管你韩国瑜去通过司法诉讼也好 还是通过什么也好 其实都是无效的 这次司法动作超级快 你一送一周之内就给你答复了 告诉你不行 因为我前面讲了 司法是谁家的司法呢 现在司法是民进党他们家的司法 司法是蔡英文控制的司法 中选会也是蔡英文的中选会 也是蔡病毒的中选会 整个现在行政团队 司法团队都是他们蔡家的 因此其实像这些动作都等于零 当然你做我们觉得也没有什么可指责的 韩国瑜周围的一堆的所谓的律师参谋 就是给韩国瑜出这样的一个主意 其实我觉得现在他们就是给韩国瑜已经设计好了一条走人的路 这条走人的路就是你不要坑声 不要说话 你乖乖的 你按照程序走 我们也按照程序走 我给你弄掉 假惺惺的还有一个民主程序 这个民主程序其实全都是骗人的 第一次联署本身就没过 中选会呢一样通过 第二次联署真的是那么多票吗 审查了吗 公开了吗 这种联署是要公开的 请问中选会公开吗 敢公开吗 不敢 韩国瑜的律师团们还帮他出主意 说打什么官司 走什么法院 这个没有用的 等于零 现在怎么样 中选会才不管你那个东西呢 你走司法 那是民进党最喜欢的了 我前面说过了 民进党就希望你文周周的 你正常的给我们走走司法 我们要来个法官给你审一审 你到最后这条路我罢你 一定罢掉了 这个是不用怀疑的 现在通过这个事情 我说这个罢韩这个事情呢 是一个活生生的政治课 给大家上了一堂生动的现场的政治课 让大家亲自亲眼看一看 在台湾这个地方 现在这个民进党 现在这个保皇政党 把司法 把国家机器 把整个的社会伦理道德 已经玩到肮脏的 不能再肮脏了 人人都看得出来这是假的 但是他就是要做 而且呢 他就是要把这个 做掉韩国瑜这个罪名呢 扣到高雄市民的头上去 也就是说 他现在已经要把你 韩国瑜弄掉了 但是呢 他最终的结论已经做好了 他会向台湾人民宣布 是高雄人民 把韩国瑜罢掉的 实际上呢 是他们做票 要把他做掉 这种公开的我们叫强奸民意 明明不是老百姓的意思 你非要说是老百姓的意思 而且你用司法 你用行政的权力 强加在老百姓头上 也就是说 这个人 这个小偷 这个贼 他偷了一个东西 他偷了一家 他到这家里边 他进去了 把这家给偷了 然后呢 他对公众说 是你自己偷的 是你坚守自盗 是这种 这种感觉 也就是说 当被偷的人 一个好好的家庭 有一个人进来 把他们家给偷了 当他到警察局去报案的时候 警察会跟全世界宣布说 这个人坚守自盗 是他自己偷的 因为什么 偷他们家这个人 就是穿着警察制服的小偷 也有可能就是警察 在这种情况下 像民进党罢韩这个事情 就是警察 换上一个便衣 到这家 到高雄 一家人家 把你们家给偷了 把你们家给抢了 当你有一天来报案的时候 警察会向外界公布说 这家坚守自盗 是他们自己偷的 最后还打你一个有罪 蔡政府 现在玩的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把他们的肮脏的手段 那种作弊 造假 做票的手段 最后透过他的行政权力 强加给高雄市民的头上 强加在高雄市民的头上 强奸民意 强奸了民意 这种做法 在过去的民主世界里边 非常少见 从未见过 如果是独裁专制的话 就免了这个罢韩的程序了 你菜 你菊 你就说一句话 说我让你走 我上我的人 你就说这句话就行了 这样大家还没有反应 因为什么呀 你家你说了算 但是在台湾这个现象呢 台湾就是 他让你滚 但是呢 他还跟外界说 是你们自己人让你滚 我还没说话 玩的这种公开的流氓手段 公开的作弊手段 公开的下流手段 把他最肮脏的东西 展现给全体台湾人民了 而且呢 还没有制约 这个就是台湾的悲哀 同样 菜病毒这个817这个总统 其实也是强加了民意 他这次强加了民意 他做得太痛快了 没有人反对 没有人敢反对 后边还有人支持 他手里还拿着钱 还奖励这些作弊 造假 做票的人 整个这个政府 整个这个社会 全部变成一帮垃圾了 让外人都看得出来 人人都看得出来 这是一帮垃圾 这是一帮作弊的人 这是一帮撒谎的人 这是一帮骗人的人 但是呢 他就生生的 把他们最肮脏的一面 展现给全世界 让大家看看 我就是肮脏 所以罢韩这个事情 所有的人 到现在应该看明白了 有些什么打着 韩国瑜名义的那些族群 那些群组 什么挺韩群组 支持韩国瑜的群组 什么高雄的群组 这些到现在 你看清楚 全是假的 全都是要么被收买了 要不就是害怕了 要不根本就是当年 支持韩国瑜就是假的 到现在全部暴露了 所以罢韩这个事情 从旁观者来看 整个台湾这个政府 整个台湾这个行政团队 整个台湾这个司法 已经彻底的完蛋了 不用再相信了 今后谁还去打官司 那是看不明白 当然你们可以打 没有什么不对的 我觉得打官司这个过程 就是给老百姓 上政治课的过程 打破他们过去那些幻想 让大家睁开眼睛 让把这个窗帘拉掉 把这个竹帘拉掉 你把竹帘打开 你就看到竹帘背后什么了 竹帘背后什么呢 是一帮金光党 疯狂的掠夺政府财富的 不讲道德的 撒谎的 骗人的 造假的 作弊的一帮人 就在这个竹帘后面 通过一件事一件事 慢慢慢慢把这竹帘打开 让所有的百姓看清楚 现在台湾这帮金光党 有多烂 有多恶 有多肮脏 有多么的卑鄙 完全可以通过这个事件 可以看清楚 好 那下面既然这样的话呢 其实中选会 已经向全体 台湾人民 已经向全体的 支持韩国瑜的支持者 已经发起了一个冲锋号了 这个冲锋号是什么呢 就是6月6号 第一 所有支持韩国瑜的人 不要走进投票站 不要去投那个票 因为真正想罢免韩国瑜 投票的人 绝对没有57万 绝对没有 所有支持韩国瑜的人 支持韩国瑜理念的人 全台湾 无论是在台北 在台中 在高雄 在苗栗 在屏东 在台南 任何地方 在6月6号那天 全部无声地走向高雄 去声援韩国瑜 干什么 就在那个投票站的门口 站着 不说话 不跟他们对抗 不跟他们发生口角 静静地去数 有几个人走进了投票站 每人一只手机 全部把它录下来 所有投票站 全去 这个事情不用人组织 不用人牵头 因为没有国民党去牵头 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要去牵头 你不要指望那些政党 所有的政党 已经都被绿化了 已经都被腐蚀了 已经都被拉拢了 或者一些 一些人已经都被吓死了 所以6月6号 所有支持韩国瑜的人 挥石南下 去高雄 声援韩国瑜 就是在投票站门口站着 人多了 就把那整个投票站 全部包围起来 看看 是谁走进这个投票站 去投了一个罢韩的票 全程录像 把它录下来 不管多远 把它录下来 全程寄票 把它寄起来 一共有多少人 整个这个大数据 全部最后归拢起来以后 就作为一个铁证 证明这个政府是要做票 将这个铁证向全世界公布 让全世界都看到 这个政府打着民主的旗号 干的是最肮脏的事情 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向全世界揭露 就像蔡英文817做票总统一模一样 817也是做出来的 但是那个时候呢 没有人想到他会怎么干 老百姓没想到 善良的人都没有想到 所以没有任何的准备 投票站空荡荡的 没有人投票 那个没有取到证据 罢韩这次全程取证 不管他有多少个投票站 他有一千个也好 一百个也好 五千个也好 所有人全去 去的人越多也好 看有谁有胆量 敢走进这个投票站 至少一个投票站 去一万个人包围他 就在那边站着 看他 让开一条通道 让这些人走过去 拍下来 射下来 把他记录在案 然后我们汇总起来 最终就是要告诉大家 他们是做票 罢掉韩国瑜的 这个就是正义的人民和邪恶的政府抗争的一个很关键的一天 很关键的一个点 很重要的一天 如果大家能够走出家门 能够在6月6号安静的 不犯法的走向投票站 你们将在台湾历史上写下最光辉的一页 这一页大家会永远记住你们的 最前线的战士就是走去投票场 走去投票站 站在门口 不说话 不骂人 不打人 不犯法 就站在那个地方 看 数 拍照 这个不犯法 看他们怎么对付 这是一场人民战争 是一场文明的战争 不骂人 不打人 不说脏话 就带手机 就带一个计数器 在任何国家都是合法的 这是一场善良的人民和邪恶政府之间的战争 这是诚实和造假的战争 这次行动 6月6号 全程监控 一定把它记录下来 好 今天先说到这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